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我们今天要讲大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讲大卫处理他的儿子亚多尼亚 擅自作王的事情 大卫似乎是非常沉睡 非常老迈 连这么巨大的事违反他意思的事 他都完全没有管 但是拿单来讲了 那么大卫就醒过来了 而列王记上第一章二十八节 大卫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 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指着借我性命脱离 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 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大家松了一口气 各位亚多尼亚声势很大 整个宫廷都跟着他了 而大卫先这么老 如果真的造反起来 不得了 不过亚多尼亚也是少不跟事 虽然有约压 虽然有亚比亚他 他实在是仍然只会请人吃饭 他不够狠 不能成就事情 然后三十二节 把沙都 拿丹 还有比拿亚找来 好 现在你们要去告我的 儿子所罗门做王 骑我的裸子到基训 在那里来告他做王 然后吹脚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就跟着他来 坐在我的位上 坐以色列和犹大军 这里你看到大卫 真的是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 我想亚比萨的同女 放在一边 所有的精神都出来了 他很清楚知道这件事 他指着上帝的名字 启示所罗门要做王 那么就一定要做到 他很警觉了 各位犯错是必然的 但是犯错以后 要赶快的悔改 赶快改变 不但是要说 所罗门做王 不但要他做 不但要高他让他做 而且三十七节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位的国位更大 你们要这样说 我这是很大胆的话 要比先王还了不起 好 于是 祭司 沙都 先知 拿丹 还有耶和 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还有比利提人 基利提人 这都是私人保镖 就是最重要的王公的护卫 我想也都是以一当十的 然后使所罗门齐大卫王的裸子 然后送到基训 然后就高 然后众民都说愿亡万岁 声音就震动了 大概也传到另外这群造反的人地方 他们刚刚吃完 就听到声音 还是约压这个老江 先听到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 这是绞声 城里怎么会有这种响声 然后这个时候 亚比亚他的儿子 约拿丹来了 亚多尼亚说 进来吧 你是个中义的人 必是报好信息的 不是好信息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 我们的主啊 就是你老爸啊 就是我们以色列的王啊 现在还是王哦 他诚然立所罗门做王了 王差遣 祭司 杀读 先知 拿丹 耶和耶大的 儿子 比拿亚和 吉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去使 所罗门 骑王的裸子 然后大家都在欢呼 这是你们听到的声音 所罗门已经登了国位了 各位很奇怪啊 所罗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王啊 一大位那么老 天天抱着老 小小女孩 老得糊涂了 这件错事 亚多尼亚的计策 亚多尼亚最恶造反的计策 居然让所罗门很快能登位 各位我们在说 我们不是要做坏事 我们不可以做恶以成善 但我们的确相信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我们信靠他 很多看起来很错误的事 可以促成更好的事情 这件事就这样 所罗门早就该登位了 因为大卫实在够糊涂了 但是就是 所罗门也不讲 老爸 你什么时候死 我来做王啊 老爸多给我一点机会做王吧 早一点让我做王 这大卫可能更生气 就不让所罗门做王了 甚至反而让亚多尼亚做王 亚多尼亚太急了 然后在拿丹的劝告之下 大卫立刻快刀斩乱麻 也名手快 让所罗门做王了 你们看啊 这个希望所罗门的王更大 然后 耶和华以色列神应当称颂的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事 这群人本来在吃喝 你是王 亚多尼亚是王 同时双包案啊 大卫立另外人做王了 而且所有的百姓都喜欢 而且是王这样说的 那个双包案啊 不是双包 双包还有对抗的时候 现在大卫非常明快地做这个事 所有的宾客就惨了 我们跑错阵营了 下赌注下挫了 这一下挫还不是平常下挫 这一下挫命都要没有 亚多尼亚的众客 已经听到通通害怕了 然后释散了 亚多尼亚很怕所罗门 然后就跑去抓祭坛的脚 各位这个习惯啊 就从旧约里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确实开始的 就是在祭坛那个地方呢 燕子为自己早早报处之窝 就是祭坛 上帝的祭坛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一个得保护的地方 这个也可能跟逃城有点关系 就是上帝的祭司 上帝立位人所在的地方呢 好像特别法外施恩 你抓住那个呢 就得到拯救 得到保护或得到赦免 这个在西方一直有这个传统 包括我们看那个 中国外人也是一样 就是世俗世界的力量 不能进到上帝的祭坛这里 不能进到教会里来的 好 不管怎么样呢 亚多尼亚吓坏了 赶快逃啊 然后跑到那个祭坛那里 抓住那个 抓住那个不敢出来 然后有人就告诉所罗门 你看 大卫这个时候也很快的 事情不管了 就交给所罗门 所罗门已经登基了 那我想 所罗门在登基之前 所罗门在看到 他哥哥亚多尼亚造反 而且他的性命危险的时候 所罗门也不知道做什么事 我们真是要感谢主 这是先知拿丹看到了 然后决定这些事 也许我们也要感谢亚多尼亚 他太急躁 迫不及待要做王 这个事让先知 很紧张很担心 就促成了这件事 让他永远不能做王 那所罗门呢 就登基了 所罗门也够稳健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 神实在是恩典在他身上 他也够快 有人说 亚多尼亚怕你哦 现在抓住坛的脚哦 他说他希望你发誓不杀他 所罗门说他如果做中意的人 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他如果行恶呢 必要死亡 各位 我们头发不会掉在地上 如果神不同意 我们头发不会掉在地上 如果神不同意 最没有价值的麻雀 也不会掉在地上 不过我们跟麻雀不一样 我们有意志 需要去做选择 需要听上帝的话 有智慧 需要去思想 当然智慧思想的 对智慧意志 也都在上帝掌管中 不过我们真希望 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中 神保守我们头发 不要落在地上 不要自去死亡 于是所罗门王猜遣人 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 他就向所罗门王下拜 所罗门王说 你回家吧 这个你回家吧 也跟那个世美的情形差不多 世美曾经我们看过他 他这个 世巴 世巴在那里 世美他背叛了以后呢 侮辱大卫以后呢 又来跟大卫说 哎呀我行的悖逆的事 王启示说 你不至于死 好各位 我们看到什么 我真是不希望我们 需要常常讲这些 但是圣经的话 都是有益处的 不需要常常讲 就是你看到大卫也好 所罗门也好 这里面真的有尔虞我 宫廷里面有这些搞政治 而且是很奸恶的政治 下面我们来看 更奸恶的 这里面不是大卫完全错 但是我觉得大卫能避免 最好 我们每个人都避免 这些是最好 现在亚多尼亚还活着 他要造反也都还有机会 所罗门是王 大卫也是王 这一段时间有多久 大卫 可能几个礼拜 可能几个月 大卫赶快移民 所罗门 要他做一些事情 我们看他移民 要做什么事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 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各位 人都要死 再勇敢的大卫也要死 摩西要死 以利亚要死 我们只有上帝不死 我们依靠上帝 我也一再地说 我希望我们不要太被死亡所捆绑 我相信所有不信主的民族 或者那个文化 没有被福音很广泛地接触的 那都是怕死的 包括我们中华民族 对死有一种极大的恐惧 我现在因为信主 信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已经不太能想 如果没有上帝 我对死会多惧怕 那我看 譬如说梁石秋梁教授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 他死前非常惧怕 再给我一点氧 再给我一点氧气 很惧怕 死亡是恐怖的 有一个纪献林教授 北大的一位教授 中文系的 他前一阵曾经来过台湾 他在传记文学上面 写过关于纪念胡适之先生的东西 他也写过文革的事情 他研究印度教 讲到印度教里面 讲到地域 真恐怖 那他说 那个淡丁的神举 远远不能及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教荣幸 因为我们实在不喜欢 多讲死亡的恐惧 但是呢 纪教授不知道 实在是够恐惧的 只是圣经里没有讲那些牛鬼蛇神那些东西 圣经讲一个就够了 当羔羊震怒的时候 在启示录讲 羔羊震怒的时候 连人 宁愿大山小山压死他们 压着他们 也不要看到羔羊的震怒 不要看到上帝的震怒 死亡是很恐怖的 但是信靠上帝的人 死亡是非常平安的 我们立刻从死亡到上帝那里去 很平安 每个人都要死 大魏也要死 那活人要怎么样 不管是我们 是要继续走这条路好 或者说我们就要死也好 我们都要刚强做大丈夫 摩西曾经对约书亚说过 你要刚强壮胆 你有很多路要走 你要继续走 哎呦 约书亚怕死了 各位约书亚比起摩西 那真是差太多了 约书亚矛躁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约书亚还没听清楚 哎呦 这是打仗的声音 摩西说 不是打仗的声音 那约书亚小气 有人在会幕里面 说预言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约书亚就说 我要不要去禁止他们 摩西说 你为我禁止他们 我愿所有上帝的人 你都说预言 约书亚小气 约书亚有莽撞 这个人远远不能跟摩西比 但是上帝很奇妙 上帝常常重要的事 就是不重要的人来完成 我觉得这也是 因尽真意的道理 约书亚远远不及摩西 可是摩西就没有办法 完成这件工作 不能把以色列带到家里 约书亚做到 不是约书亚 不是摩西 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就是要拣选这些软弱 当然上帝有的时候 也拣选刚强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依靠上帝 约书亚跟摩西 我们也想到 以利亚 以利沙 以利亚那么厉害 也没有办法完成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 就要以色列归向上帝 这以利沙来做 靠什么 靠双倍的灵 靠上帝的灵来成就事情 当保罗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想提摩泰也很紧张 提摩泰我们从保罗给他书信里 就讲到 他很胆怯 他很胆小 他懦弱 所以保罗就一再提醒他 可能提多比提摩泰都要勇敢得多 可是保罗写的信给提摩泰还更多 我想这也是恩典 神的工作能不能继续下去 不必操心 有圣灵 有上帝的话 就继续下去 那么 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升天的时候 不是更紧张了吗 我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三三年工作三年半 教这么多门徒 结果是怎么样 众叛清理 他们一个都不可靠 现在我要升天了 教会神的国怎么办 没问题 有圣灵 这些懦弱的人 可以刚强壮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刚强壮胆 我也还记得 当老总统死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 台湾人紧张得不得了 那时候还有 蒋经国总统接班 哦 紧张得不得了 啪这个 啪那个 那是因为我们太习惯 依靠人了 实在不需要依靠人 我们做良民 做忠民 这是很对的 顺民 这是很对的 我们在圣经上讲 我们应该是 顺服执政掌权的 但是我们信靠的是上帝 上帝在带领 这个世界上会变 会有亚苏人 会有敌人 会有强的 会有弱的 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刚强壮来 遵行上帝的话 这个丘吉尔 在二次大战以后 那么他被英国的选民 vote down了 vote out了 英国选民没有选他 因为他的政策 英国人不喜欢 哦 刚刚 英国人如果没有丘吉尔 我们很难想象 不然英国人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整个盟军可能都会失败 丘吉尔功劳太大了 可是居然 丘吉尔在选举的时候失利了 丘吉尔说了一句话 对他们伟大的领袖吴秦 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 伟大的民族就不会眷恋一个民族 民族英雄 丘吉尔这讲的话呢 我觉得相当对 我想也不是一个失败者的自嘲 但是我觉得更要把它跟信仰连在一起 我们应当敬畏每一个属灵的伟人 我们应当尊敬每一个属灵的伟人 但是呢 我们不会崇拜他 他会过去 他有很多的缺点 那么我们每一代每一代 靠着上帝继续往下面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也不是保守 也不是前进 也不是自由派 也不是保守派 也不是守旧派 我们就是靠 我们就是紧紧的抓住上帝的恩典 走下去 该改的我们改 该持守的我们持守 但是你要紧 你要听上帝的话 你要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一切 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这样你不管做什么事 不管你到哪里去都会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你的话 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不会断的 会继续下去的 好 大卫讲这个话讲得很对 意思在新王要接他的时候 他就说重要的是在信靠上帝的话 信靠上帝的律法 信靠上帝 那各位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会对人说什么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说什么 我如果离开一个地方 我们有什么临别证言 各位你可以去想一想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摩西 大卫 甚至耶稣基督 保罗 他们的临别证言是什么 我相信所有信靠上帝人 临别证言都不是悲情的 都不是绝望的 因为我们前面有更美的路 上帝会更好地带领 摩西要走了 没关系 你们会到迦南地更好的地方 当然有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 包括在像耶利米这种时代 国家就是注定要亡 但是耶利米这个泪眼的先知 还有很多在处于以色列 越来越溃亡的时候 他们看前面还是感恩的 因为上帝在末后的时代 还是会做奇妙工作 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一天天衰老 我们一天天要过去 如果不信靠上帝 就绝望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我们也不会说 数风流人物看今朝 我们没有那个骄傲的心 但是我们知道 一代一代的上帝会使用 我们信靠他 而他将来 主耶稣会再来 一个新天新地 我们在那里有永远的福乐 好 对每个人 对每个世代 让我们没有绝望 我死了怎么办 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死了自己怎么办 我们死了上帝工作 你好好的信靠上帝 如果你尽心尽意地 行在神面前 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我们也很遗憾 上帝对大卫这个应许 没有实现 因为所罗门自己 后来也败坏了 犹大这个国家也败坏了 但上帝应许也实现了 因为大卫的儿子 严格地说 不是指所罗门 严格地是指耶稣基督 因为在马太福音讲到 耶稣基督家谱 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后裔子孙都是儿子 那个儿子是指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 所罗门只有 预表上的意义来讲 他的国位继续下去 就实质来讲是没有的 让我们不怕死亡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下去 让我们知道 难处很多 但是我们总是在写 得胜的乐章 也许得胜的乐章 在我们经历里面 没有那么多得胜的 像耶利米那个时代 像西底嘉那个时代 但是我们还是知道 看永恒 这些千年已过的昨日 我们是在永恒里面得胜的 下面大卫所讲的 我就觉得不大理想了 我们说过 不管是撒木尔 是大卫 是任何一个人 当他们用自己的肉身 用自己的血气来讲的话 就也可以非常卑鄙 我觉得下面的很卑鄙 可能也有实际的果效 但是还是有卑鄙的成分 《内王记》上第二章的 第五节 你知道 习路亚的儿子约亚 向我所行的 就是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和异帖的儿子亚马萨 他在太平之时 流着二人的血 如在征战之时一样 将这血染了腰间 树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头 安然下阴间 好 注意啊 要杀掉 月鸦 各位我们在看 这个唐太宗 还有很多的皇帝 死前也有这种话 我觉得这很卑鄙 可能在这里 不是那么卑鄙 也是一个prudence 也是一个智慧所需要做的事 唐太宗也是跟他的儿子讲 哪一个老臣 我要无恩于你 或者你无恩于他 他不一定会忠于你 他忠我是没错 但是他不一定会忠于你 我现在要找机会把他杀掉 看他怎么样 这种要杀老臣的事 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有 有人怪老总统 到最后就是扶持儿子 然后要排斥那些老臣 我们不讲这些事 我们讲到说大卫 杀约亚的理由呢 也对 也不对 要杀约亚可能对 因为这个人实在太强悍了 这个人好像越老 也是越悖逆 这个人对于所罗门会忠心吗 最近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着亚多尼亚 他不对 可能要杀掉 如果他不改 而现实来看 他不太会改的 这个人如果到最后终于便捷了 而这一便捷很恐怖的 那尤其他跟随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又 亚多尼亚又是被消除的 那我想约亚也会不安 不安他会不会先下手为强呢 大卫就说你要解决这个约亚的问题 这个不幸 但是要解决 但是解决有个理由就不对了 我们说过 约亚杀了这个两个元帅 这两个元帅杀呢 约亚有一半的理由是对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亚尼尔 亚尼尔实在不是那么忠心对大卫 而且亚尼尔也是杀了约亚的弟弟 所以这个报复不是全错的 那亚马萨更是耽误军机 那么就自私要保护权位来讲 约亚也许不该杀他 但是亚马萨耽误军机是可以杀的 总之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狗心斗角到最后还是 血气生过一切 血肉生过一切 儿子比忠诚还是要好 这个我觉得有点遗憾 第七节 你当恩代激烈人巴西来的粽子 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压沙龙的时候 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这是终的你要良善 在你这里有巴护林的汴亚敏人 基拉的儿子世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 他用读狠的言语咒马 后来却下约旦河来迎接我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 我必不用刀杀你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 必知道怎样带他 使他白头剑杀 流血下到阴间 这都嘱咐人 怎么样内斗杀人 我觉得不好 即使有必要的话 我想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 也许我对这个政治 不是这么了解 太天真了 但是这总是一个遗憾 然后下面就讲到 大卫死了 他总共做王是四十年 在西伯仁是七年 在耶路撒冷是三十三年 那么所罗门就做王了 那我很希望大卫的做王是能够更正面一点 大卫的死能够更正面一点 不过我们也很高兴 主是怜悯恩待的 那么大卫总算是晚节没有不保 没有太不保 下面我们就继续看到 宫廷里这些流血的事情 亚多尼亚算是愚蠢的 亚多尼亚少不更事 愚蠢造反也不成 然后要安问守己也不成 在《猎王记》上第二章十三节 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 所罗门的母亲拔十八 拔十八问他说 你来是为平安吗 回答说是为平安 亚多尼亚来找拔十八 这里我们也不能够又说了 拔十八实在蠢了一点 实在不会想 你干嘛帮亚多尼亚 那是你儿子的仇人 你帮他讲话干嘛 你自己都知道要怕他 你来是为平安 你来找我会不会又引起麻烦 有有有 是为平安 没有麻烦 我要有话对你说 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国原来是我的 其实国哪里原来是他的 以色列众人也仰望我做王 那倒不一定啊 是仰望你做王 可是所罗门做王大家也是欢呼的 结果国反而归了我的兄弟 然后你看 这个亚多尼亚多纯 也看到他真是对上帝没有信心 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 他能看到所罗门做王 是因为耶和华的意思 那耶和华意思你就顺服了 你何必还要说我比他大 我应该做王呢 顺从耶和华不是好吗 亚多尼亚真是用自己的话来定自己的罪 他应该顺从耶和华 我能听到新的道路 我能听到新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主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主于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太阳